说起90后心目中的经典武侠剧,一定少补了《风云》这部剧。 当年,该剧一波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不光是赵文卓和何润东两大主演名声大嫂,剧中大Buds熊霸, 也一度成为了小朋友们的童年阴影。 不可一世的的枭雄人物熊霸,老谋深算,野心勃勃,大气外露,风头几乎可以盖过主角风云。 网友们纷纷表示,熊霸惊艳到让人难忘。 这个角色如此深入人心,离不开演员的精湛演技,饰演熊霸的是日本演员千叶真一。 知道熊霸的人很多,但是知道他的扮演者是日本人的却很少。 甚至多年后,有人在八组上发帖子问大家觉得有哪些让人误会是中国人的外国艺人时, 千叶真一旧和林俊杰,吴尊一起被踢到了。 千叶真一语熊霸结缘始于电影《风云熊霸天下》, 不管是外形还是气质,他都是熊霸一脚的不二人选。 这个角色就像是为千叶真一亮身改造的一样,跟原版漫画对比一下,这到底是谁? Course料谁? 戏中的熊霸武功盖世,不经云,聂锋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戏外的千叶真一也是空手到黑带高手。 千叶真一也凭借此片获得了18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这也是第一次有外国演员被提名为香港金像奖。 闯出名堂后,他参演了多部中国电影, 包括香港黑帮电影《古惑载之圣者未亡》, 饰演陈小春的岳父黑老大义英雄。 除此之外,千叶真一还参演过日本动作片《大逃杀2》、 《震魂歌》,随后, 他还参演了由昆廷塔伦蒂诺指导的惊悚动作片《杀死逼2》, 并且担任了片中的日本剑术指导。 在来中国拍戏前, 他已经是日本很出名的舞蹈演员了, 1960年便凭借电影《风来帮》的侦探在日本成名, 其后还出演了《猎人》、《六神家族》的阴谋等剧, 奠定了在日本演艺圈的地位。 田径运动员出身, 田径运动员出身,